不是那麼大為的職業 沒錯 但是我覺得香港運動員有趣的地方 其實是我們香港運動員的水平是很高的 你看我們其實有很多世界冠軍 我們有很多出名的運動員 但是其實他們出名不代表他們的生活 就會好像外國那樣運動明星 就會過得很好 那為什麼會喜歡籃球呢? 純粹是個人情意結 我真的很喜歡看籃球 雖然我不是很懂得看 但是我喜歡看籃球 還有我很喜歡 因為籃球其實你是一個 真的要團體合作的東西 還有他們的團隊精神很濃 你見到他們什麼都聽隊長話 還有聽教練話 然後一個這麼聽話 這麼有團隊精神 但是因為有一個嬰兒 他就要放棄自己的理想 其實他本來家裡都可以 都不是很等待他養 但是當你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新生命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不可以堅持做 百分百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最初以為因為切合 譬如朱鑑然 就是演員 他本身都是一個很運動型 或者他本身之前也是一個 運動員的背景 我最初以為都是因為有這個原因 這個一部分 我又不可以完全排除 但是我們都說多一點 因為其實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其實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但是那件事就是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個 很像大眾化的職業 其實你又會問 為什麼你不把它放在會計 或者老師 而為什麼會把它放在一個 這樣的運動員的狀態 就是因為其實想把家庭的結構 再推出一下 包括了 其實現在這個家庭結構 其實DADA是賺錢多的 他才是那個經濟主要的來源 他做什麼職業的? 他沒有說過 PR 是的 而反而 豬仔是賺錢馬快大那個 所以這一個是 做一個小推出就是 咦 其實你也不用怎麼做的 你管我生兒子 還不可以 這樣